大家好我是阿希 那我们今天来玩一款 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类型的游戏 也是iPAC这种免费的游戏 可以不玩但是不能没有 整体来说我是很少有玩iPAC的游戏 因为他送的游戏可能都会比较老 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款游戏还不错 就是划分各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都还可以挺治愈的 我刚才有稍微试玩了一下 那我们这边一起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背景故事 很久以前有五座小岛漂浮在空中 然后有一天这五座小岛就相种了 变成一块大岛 到后面这五座小岛又分开了 反正是有一些故事了 咱们这边就不看了 好那这是我们的主角 驾驶着他的飞船 真的是一艘飞船 无动力漂浮在那个天上 不过那些小岛也是一样 这边用小鸟送信了 我们的飞船坠毁了 前面有些小故事咱们就不看了 来到了这个翻炒峡谷 那和很多类恶魔城游戏一样 就是很多技能我们要去收集 我们之前玩过几款类恶魔城的游戏 就是最开始肯定要去收集二段跳 现在还是一段跳 走吧咱们附近先逛逛 我们现在扮演着好像是一只小猫 还是挺可爱的 那个背景上那个雕现 好像是一只猫 来往上面走走看 上面这里是有一个东西的 不过要挑的比较极限才可以 我每次都要跳好几次 再来一次 要走的 就是走的很极限才行 这边是可以获得一些属性的 好 我们可以选择三次攻击 更大的伤害 或者提升剑矢的速度 剑矢的数量 另外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石下方是有剑矢 这个剑矢用完之后 你就要去打一些瓶瓶罐罐 或者怪物来提升这个能量 然后普通攻击是可以破坏一些障碍物的 这里面也是有一些解密的 不过解密难度不是特别高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游戏了 我觉得就难度不会很高 但是也挺好玩的 特别是画面的看起来还是挺治愈的 不过我这边是没有开背景音乐 大家如果喜欢听音乐的话 可以把背景音乐开起来也是挺不错的 好 碰到一些存档的地方 像我们消耗到的生命值 剑矢 它是可以给你回复满的 上面有个钥匙 我们要给它射掉才行 另外像这种类型的游戏 地图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里面地图很大 一共是有五座小岛 另外还有天空的地图 我们现在只在左上角一点点 说明这个地图真的非常大 五种岛可能代表着五种类型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那个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 就是空岛题材的 我觉得很神秘 也是上面有个箱子 给射掉了吗 好像不行了 打不掉 可能我们还没有那种技能 往下走走看 下面好像挺深的 哎呦 萝卜头 这里面的怪物呢也是很可爱的 特别到后面 我觉得有点像 宫崎剧动画里面的一些怪物 这要打不掉 这个要到下面给它打掉才行 我们下去先看一下 要来这边这个头子里 跟不上 我还想跟着它跳上去 不过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碰到什么技能啊之类的 走吧 继续往前探索 哎呦 桥断了 哦 掉水里了 去前面看一下 不是水里面可以下去吗 不能下去了 走 嗯 什么玩意啊 它们关起来了 找萝卜头 哦 我们要打败三只萝卜头是吧 你上来呀 哎 臭小子 射它 射不到啊 下去打它吧 哎哎哎 好家伙 没有毛的小鸟 这个 你怎么飞起来的 OK 搞定搞定了 这么简单的难度 我都要打半点 前面好像有钥匙 这里要给它射掉才行 哦 那边还有一个 再来 两把钥匙才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前面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 长按攻击键跳过 哦 这是一个boss 好家伙 大萝卜头 而且是一个骷髅 萝卜头哎 坟墓爬行者 臭小子 这里面的战斗呢 会比较简单吧 不过目前才是第一只boss而已 就这样子慢慢戳它就行了 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技能 就平A就行了 等它掉下来 另外呢 要学会翻滚 翻滚是比较重要的技能 可以规避一只商牌 哎呦 跳得好远哦 等这个掉下来啊 再走 好 再回去戳它 它已经半条血了 好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哎 要干嘛 要干嘛 哎 走 跳 跳 哎 又被打一下 我就失血了 好家伙 没事没事哦 小鸡子 走 翻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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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漸漸变得惊险起来了 臭小子 不过它也只剩一点血了 咱们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跳 跳 跳 平了平了平了 哎呀 怎么还有一下 哎呦 这喷一下还没死呢 救命啊 这小萝卜头不会掉点回血的东西吗 哦 是了是了是了 总算搞定 差一点就没了 好的 哎 不掉点东西嘛 不掉个技能啊什么的嘛 那一般来说都是在前面啦 就是 它守护着什么东西啊 嗯 啊 那玩意儿走了吗 我在这时候岛山待了三个星期 他一直躲在这里啊 他打不过那个boss啊 等我们把boss打败之后 他才出来的 哦 二断跳 nice啊 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我记得咱们玩过好几次 这种 类恶魔城的游戏啊 都是找到二断跳就结束了 不过这次呢 比较顺利哦 哎 有个传送器 来看一下啊 我们才探索了这么一点点嘛 走吧 先回去 这下面 嗯 下面倒是攻击不到啊 算了吧 现在二断跳了 我们就可以去更多地方了 他跳起来好潇洒 好家伙 就是 在空中的时候还旋转一下 小鸡子 这小鸡子还要屁股坐我呢 灵魂之敌 这是干啥呢 又有boss吗 哎 真的是灵魂啊 这些草都是灵魂啊 你好呀小老鼠 我已经把所有岛屿地图都画出来了 行吧 这个人也不知道干嘛 哦那边有个问号地点 我们先去那边吧 应该是什么任务之类的 哦 我们现在现在是进入了新的一片区域是吧 就是生态不一样了 刚才是什么翻炒 呃什么地方 现在是灵魂之地哦 感觉更加神秘了一点了 知道 里面怪物这些都不太一样了 你看 那个小黑子 诶一下就没了 还挺可爱的 这边可以过 这边可以过 打掉 下面可能会有存在点啊 诶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 抓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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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厉害啊 诶等一下等一下 再来一次哦 想不到还要这玩意儿呢 再跳一下 诶上来了 这边有个东西 消灭敌人会产生爆炸 箭矢的数量 敌人掉落更多的货币 爆炸就没有必要了吧 箭矢数量更多一点哦 这样子我可以射得更多了 诶 这还是挺帅的哦 走 哦 到后面变难起来了 我刚说这游戏 简单了 诶 果然是诶 到后面有难度诶 它只是画面会比较清晰一点 但实际上难度还是有的 而且这里面的 这些生物呢 都是比较可爱的那种 哦 真的有点难诶 好家伙 来 走 我们可以把这些打掉 下次就比较好走一点哦 下次就可以直接跳过来 这边森林几千年前 曾经沉在水底诶 不知道那个时候灵魂是否还活着 诶这些好像都是灵魂哦 听它说 哦 可以打它吗 诶不行 但是它会对我造成伤害哦 打不到它打不到它 走着走啊 从他们的空袭中钻过去 是上面不会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没有没有 走吧 诶 有这种怪物 真的都是灵魂啊你们 来 再来一道 OK 哦 这里有个解密的地方 我们站地上应该二段跳 也跳不上来吧 跳不来有那么高 我知道了 我们要从下面给它打掉 然后再 等一下 好 来 等它过来之后 我们再跳过去啊 诶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还是有一点解密成分在里面 受伤无敌时间变长 生命值低的时候 释放一个潜力攻击 受伤无敌时间增长 这样子就不会连续受到伤害了 OK 这边变好看起来的天 天空上怎么还有人在发射烟花一样的东西呢 可能有人在飞哦 飞船哦 这是干啥呢 一条曾经连接连岛的路 曾在此地被无情的施扯开来了 哦 这边以前是连接另外一片岛屿的 但是我们现在过不去了 说不定要给它修好 到时候就可以连通两片岛屿了 再往左边走看一下 哦 这是干啥呢 哦 知道了 你要在几秒钟时间之内给它连起来 OK 搞定了 哦 有个升级的 今天掉落更多货币吧 其他也不算需要 那这边都探索完了 所以我们再往上面走就可以了 嗯 这里是可以下去吗 诶 真可以下来啊 这边有个隐藏的通道诶 好神秘哦 诶 有一只猫 一个自动贩卖机吗 诶 这些东西都不能那个啊 打一下那个猫的眼睛就睁开 再打一下看看 会把它打坏掉吗 哦 真的有啊 哦 见识的数量再增加一下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射的更多了 有一些隐蔽的角落呢 好 哦 我们似乎上来了 那下面最后一个角落好像过不去 我们得从另外一个方线过 还差一点点 哦 下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探索呢 那算了 先上来先再说吧 传送门 传送门就好了 就接下来会比较简单一点的 诶 我记得你 你是救了我的那只老鼠 从那头怪兽那里 哦 他就是看到boss不敢打的那个人 他叫灰鸟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我的飞船 我只是一只鸟 他是可以飞的 我们是猫哦 所以得用飞船 走吧 去新的岛屿看看 诶 真的可以去新的岛屿了吗 去新的岛屿看一下 诶 我们才探索了47%啊 这张地图啊 我以为都探索完了呢 诶 我可以这样子飞行啊 诶 有点东西哦 下面好像过不去的 这是 就是这座岛屿了 哦 然后再往这边走看看 可能在上面 在这边不会要战斗吧 天空城市 哦 这边难道可以消费干嘛的吗 看一下 真的可以买东西啊 钱画箭头要700 钱画利箭屋 哦 增加了点伤害是吧 先不用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哦 我再来这里看一下 这边有地图标记 祭坛转移 升级标记 哦 就是可以自己搞一个祭坛 有了这个可以在地图上查看任何升级的项目 那2500太贵了 诶 我怎么记得这款游戏很早之前 有看过别人玩过啊 好像是有的 买桌飞船 钱不买了啊 这次干啥呢 一个信箱 5块钱啊 5块钱还是可以的啊 你的信箱开成功了 哦 有一些信了 有人给我们写信了 灰鸟 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哦 再往上走 诶 这是医疗帐啊 这里是免费治疗吗 哦 直接悬满了 行吧 就你最实在的哦 那些卖东西还要钱呢 你看病都不需要钱 年轻的战士啊 你迷路了吗 花30块钱 标出下一个目的地 看一下 天空的地图啊 我们这边岛屿 在这里 我们要通过其他道路 再去另外一些岛屿哦 走 哇 有好多人哦 可以赚他吗 可以跟他交流 不能赚他 我差一点就击败了 三个大怪兽了 他找不到星德岛了 星德岛是不是我们 刚才来的地方啊 不是 我们是那个 诺斯特部岛 行吧 走了哦 这下面是可以过的 我可以打掉吗 这个不能打掉诶 诶 你看他飞床啊 我往右边飞 右边他就会停着 用左边的来当动力 往左边飞就那个啊 往上面就两个一起哦 上下的时候 往下呢 两个都停止了 还是挺有趣的 这飞床 不过那边我过不去啊 那边下不去啊 我只能去右边了 走吧 右边这边过来 应该是去另外一个岛了吧 哦 这边还有别人很烦 欢迎管理我的飞床商店 他可以给我改进飞床 我得给他带两个什么东西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呀 这里过不去 咱们应该有一些攻击手段的 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过了 小猫 总有一点我要在这里开设 属于自己的商店啊 我只是得先想好自己要卖什么 还没有想好自己要卖什么 我们往下面走一下看看 诶 这个鱼 老鼠啊 然后这位是谁呢 小老鼠你是迷路了吗 他叫我们老鼠啊 这个世界颠倒了吗 他要给我们 攻击我们了 他是海盗啊 这鬼打得过啊 好 我已经找到技巧了 咱们就是要等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好家伙 咱们要等他这个回旋标啊 他这个回旋标呢 会打到自己的 其他的就不用管他 他好像打个四五次 他自己就没了 另外呢我们就要躲避攻击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慢慢躲就行了 实际上还是挺好躲的 稍微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OK继续躲 好 生法不错 你看 就这个玩意儿有点难躲啊 他会连续发射三个的 会比较密集一点 而且比较混乱啊 再来一次 哎呦 往上走 再往下走 再拿个回旋标 哎呦 这玩意儿有点难躲 就是这个比较难度 回旋标来了 OK 不用管他 他会自己回去的 好 再来两次他就没了 好的 最后一顿攻击躲过去就完事了 搞定了 搞定了 好 回旋标 哇 总算是结束了 打了好几次 贏了 哦 下面通道就打通了是吧 不要再给我来个什么 给我来点回血的吧 哎 这是一个新的岛屿哦 来 咱们访问一下看看啊 不过只有湿雪 发条工坊 这个岛屿就不一样了 感觉 来传个胆仙哦 咱们来看看 打开 哦 真是发条做的 这个岛 就是有各种机械式吧 传送可以传送到另外一个岛屿吧 不行 它每个岛屿呢 是独立的哦 来灌一下看看吧 哎 哎哎哎哎哎哎 救命啊 蛤屁啦 哈哈哈 这时候这边跳过去哦 而且速度要快啊 怪物呢 还是差不多啊 还是这种 灵魂怪物 下面呢 应该有其他不同类型的 有有有 这种会更难一点啊 来 不过也就几下搞定了 没有新的招式了嘛 咱们这张地图灌一下吧 看来得去 其他地方了 来 哦 后面变难起来了 后面不好搞了 这个岛屿看起来挺危险的 哎呀救命啊 哎呀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上来了上来了 这个岛屿确实又难一点 后面岛屿可能更难了 完了又关起来打了 这种小怪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哦 逐通个屁啊 他挺厉害的 再来啊 哎呀 臭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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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臭小子 好搞定搞定 每次都失血 到达了一片新的区域哦 这边有个草猫 你好 想游览这些遗迹吗 你真走远 我是个导游 只需要遵守几条规则 搞得有点恐怖啊 什么规则怪谈言 应该有一条规则 但我不记得了 哎呦呦呦 真的很恐怖啊 请不要示范被困在遗迹深处的一个石棺中的一千头灵魂的怪 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遵守这个规则 那么随我来吧 走吧 我觉得我应该遵守不了吧 我好奇心还是挺重的 哦 小猫遗迹吗 这是 哦 我又想起另外一条规则了 请不要踏进任何陷阱死掉 我是不会死掉的 先存个难啊 哎 上不去 哎哎哎哎 先上去啊 走走 跳 跳 不行欸 我觉得它得从下面 这样子 这样子 哎还是不行 难道这边要站很远跳才行吗 还是差一点 这不行 从这上面跳 似乎也不行了 这跳不过去 不然咱们就算了吧 跳不过去哦 没办法 说不定要得到什么其他技能之类的才可以的 哎呦 这有毒的 这毒水 哎呀 差点踩到了 那后面这些地图看起来是蛮有趣的 哎 这里要这样子哦 把它变高之后再跳上来 但挺难走的 什么玩意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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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嗯 这里面似乎 可能要打boss的 他说已经到达旅途的终点了 来这边存个档 这里疏忽有这 哎呦 果然有 看到这凹进去的地方啊 一定要稍微探索一点 几十块钱呢 走 有boss吗 这就是千魂光 哦 哎呦 这臭小子走了 这臭小子陷害我 千魂光 哎呦 哎呦 已经死好几次了 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要学费 学会利用好翻滚就可以了 实际上也简单了 稍微小心一点就行了 好 他一轮攻击结束之后呢 就会掉下来啊 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使劲攻击了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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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等他上去就可以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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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滚 再来射他啊 把箭矢用完跳起来可以 哎算了算了算了 这边小心点啊 尽量不要在自己扣血啊 后面他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呢 我可能还需要稍微掉我点血 前面就这么打 好他破了他破了 他变成这个破关台 等一下他会完全破掉的 会示范出你们的灵魂来 哎呀怎么还在打一下 可恶啊 这一下有点亏了 再射他 好他已经变态了 你看里面东西出来了 跳起来A几下 接下来就要慢慢打了 翻滚一下 就得跳起来慢慢A 慢慢A了 A两下他会攻击一下 A两下他会攻击一下 一边射一边平A 他这个状态呢 没有碰转伤害 咱们再来一种 哎呦 再见再见 哇总算是赢了 打了好几次 有什么好东西吗 过去看一下啊 应该有一些新的技能吧 这臭小子还有简单呢 黑心导游 把我们骗到这里过来 这边有很多骨头 别让我找到你臭小子 有了啊 新技能新技能 nice 下炸 总算是有了 有了 不过也很简单啊 只是这个攻击而已吧 我觉得大可不必吧 啊 这可以砸吗 这也砸不掉 这边 哦 现在之前我们去不了的地方 就给砸掉了 现在第一张地图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是那个的 哎 而且下炸呢 是不会有碰转伤害的 还行吧 黑心导游呢 臭小子啊 找到就打死他 找不到了 那算了吧 那行吧 就稍微给大家试玩一下 大家有兴趣就是去领一下吧 反正免费的 可以不玩 但是不能没用好吧 那行吧 那这也是阿歇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